回首相在朝媒体质疑 美东时间7月28号 拜登戴着口罩现身 这是他新冠肺炎确诊后 首度公开露面 在白宫谈经济 看似精神不错的他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 7月30号 拜登竟然应转阳再度确诊 回顾拜登 感染疫状况 7月21号 他首次开始隔离 并服用辉瑞口服药 Pakstovoy治疗 5天后在26号 完成Pakstovoy疗程 快塞成阴性解除隔离 因此隔了一天 他就戴上口罩 恢复日常工作 但没想到7月30号 他又二度确诊 快塞再次呈现阳性 白宫表示拜登这次的阳性反应 可能是服用了Pakstovoy之后 罕见出现的反弹现象 加上先前美国防疫专家 佛琪确诊后 也使用同款口服药治疗 结果同样再连续服用 5天Pakstovoy之后 疑似出现反弹现象 快塞成阴性3天后 再次转阳 因此外界也开始质疑 5天疗程是否不足以 对抗新冠病毒 据了解美国近期有越来越多案例显示 病患在连续5天服用Pakstovoy之后 发烧等症状消失 裁剪也呈阴性 但结束疗程 每几天症状又会卷土重来 再次由因转阳 因此研究人员正进一步了解 是否需要加重剂量或延长疗程 记者趁你先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